六月底多伦多,这是我种的薰衣草,从种子开始种的,好像种了两三年了 这有什么显摆的,有什么意思啊,人都是大扑腾大扑腾,薰衣草庄园 我这个,我就给你讲讲我这个故事吧 种子种的,就来的是免费的,就是公共花坛去摘的种子 种的当时还行吧,最后只剩一棵,不管怎么说,只剩一棵,然后一只盆栽 就是今年才想的,春天准备这个花坛,这个小花坛,介绍过多次了 准备这个花坛以后,才把它选择种到这儿,其实种到这儿不是特别理想 日照不足,不多,挺阴的,两三个,最多两三个小时的日照 那长得还行啊,其实薰衣草我发现挺耐阴的 你发现,你有没有觉得啊,那都是农场都是全日照,对吧 到我这儿就是单日照都不到 养了两三年了,它长了一个细杆,长得特别长 种子新鲜草的童谣都知道啊,它底下那老的茎会慢慢死掉,失去活性 所以就不会再长新叶子,不是失去活性,它就不会长新叶子 在底下老枝上,都在集中在上的,所以要经常捡呢,你就不会让底下老的特别快 或者让它长得更 更紧密,更紧凑,注意修剪,就是修剪的方式 就千万别剪到老枝上,剪到老枝上就不发芽了 或者有的人呢,大概七年,七年之痒,七年以后就把它换新的,就重新种 所以我这原来是一只哈,现在变成三只,三丛了,为什么?我把这一只躺下了 你看这是一只的茎 这是根从这长出来的,这茎 我给它,这好像 曾经压过石头,然后现在 土压的,就这丛长得最大 然后这也是,这一根过来,这底下有一根 看看,看看,看见根了没?看见没?没瞎说吧?这是一颗来的 这是一颗来的,你看,连着了啊,都连着了 我就是春天的时候,你看,我喜欢石头嘛 春天的时候,把它土盖上点,然后压上石头 就长得特别长,又稀又长 这生根了吧 生根了,搭不起来 刚才我们都看见了啊,刨开的时候,这底下也生根了 高压,算高压吧,趴在地上的高压 但是呢,看它最老的,这桩上 它也发桩,它开始是秃的啊 好像有一点点小芽,这芽慢慢长起来了 所以这个也焕发青春,也能焕发青春,也能长到 最棒,就是最旺的是这块 中间地带 头部,头部也还行 都不错,一颗变三颗 一颗变成三五成群 好了,这薰草故事就这么多,就讲完了 当时我种在这儿给它压的时候,我就想今天开个视频吧 如果能活的话,成功的话 我真成功了,成全我 不仅成功了,还成全了 你有什么想法,欢迎在下面留言,谢谢收看 好香啊,薰草一定要摸 然后闻,嗯,突然也香